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部门主要的加工都是一些成品手机 主要是测试 组装之类的 基本上每天每个设计都要经过几十万台成品手机的辐射 而且都是属于开机状态的 每天上班过马路 过天堂 走路传得特别厉害 夜里睡觉的话 咳得好厉害 住院提前打花疗的时候 打电话疗头第一个疗头 脸不适应 打出了一个银腺炎 讲究过来了以后 给我擦了胃管 擦了胃管 到时快过年了 到时快过年了 擦了胃管 四十几天不让吃东西 不让扣死 一直躺在床上 下不了床 然后那个肚子 整个特别厉害 然后硬邦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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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快到了 让我赶紧去公司去解约 去签字 而且的话 我住院有半年多时间 公司里面的人从来没有去过医院 看过我 然后的话也从来不问我 经济情况怎么样 头两次发疗吧 他这个 比如他那个公子呢 够后面了 反正慢慢地关注他 最后一次发疗吧 全部都不行了 他的公子到最后的门上啊 只有这个不够了 就是我们家里给他负担嘛 给他借 给他借 给他 给他 给他借 他哥黄的给他借 因为黄他二哥 给他在书谷罪 给他拆案写 那反正是家里所有的能借 你们能借 全都借了 怎么借 因为那些农民工的家庭 他们的教育的水平都不是很高 然后他们都相信 啊 会不会先跟富士康解阅 然后能拿到一点的赔偿 所以呢 他们那个管理层呢 就欺骗羊丹的其中一个哥哥 要欠了一个解约书 解约书呢 就简单说 他赔了一个月的生水 另外一个月的经济补偿 然后还给了几万块的一个医疗费就算了 然后在我们协助羊丹的过程里头 富士康都持口否认他跟羊丹有一个劳动关系 最后呢 我们在最近呢 都必须要帮羊丹去做一个劳动仲裁 来重新确认羊丹跟富士康的那个雇佣的关系 除了羊丹以外呢 我们都有另外知道的一个 就是好像你看到那个曾宜兴的 他躺在医院的情况 然后你可以看到曾宜兴 他都是有鸿海富士康那个工牌 就是那个工作者 所以你还能说他不是我的员工吗 然后另外呢 其实在我们已经知道的 接触过的工友里头 就你可以看到已经公网的都有好几个人了 都差不多都有六个人了 现在还在升的 就羊丹在世的就有两个 另外其中有几个 我们都不清楚的他的下落是怎么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这样弱少的团体 我们都是只能有希望那些受害者主动跑过来给我们接触 所以可能在整个过程里头 我们不知道的受害的员工可能更多 然后有时候可能举例说 A厂他突然之间要很多的产量的时候 他不够工人了 他就会从B厂来叫很多的工人去 然后工人在中间 可能他们也没有签一些协议 来保障他们的权益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存在一些很危险的问题 就是如果工商或者是职业病出现的时候 工人就会救助无援 因为在一个资方跟工人完全是不平衡的一个关系里面 其实工人就会是这样子 他根本上就是要靠个人的力量去 为自己去讨回公道 所以在SACOM的立场上面 其实我们会觉得 第一个就是富士康必须要 马上去兑现他在工会直选方面的一个承诺 因为没有一个有代表性的工会来代表工人的话 其实在整个劳资方面的一个关系上面 都是一个失衡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只有在这方面当中 才能够改革现有的一个工资的制度 完全是依靠加班来维持一个合理的收入这样子 然后另外的就是品牌也要去检讨他们现在的采购的一个方式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在旺季的时候 才会把他们的生产的订单交到那个工厂上面去 特别是苹果啦 在苹果上面去 他每年9月份的时候出一个新的产品 他的订单是要到8月份才会到那个厂里面去的 所以工人其实是从8月份到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 就要再赶货 然后到12月份就是欧洲美国的圣诞节 所以工人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才能够疯狂的加班来拿一个合理的工资 但是同时间就是我刚刚说到 30天连续的在工作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也加深了工人暴露在一个危险的工作间当中 会引发到像是板雪兵这些 因为长时间暴露在一个危险的有害的一个车间里面所造成的一个状况 鸿海富士康的职业病工人 他们的得病年龄都比RCA的工人年纪更轻 那我必须说RCA的工人很多人他们在发病 这个还没发病之前都认为 其实跟韩清刚刚说的都一样 这这么棒的工厂 然后带来这么棒的工作机会 然后可以加班赚钱等等等 到他们发病之前都认为我们是获得大于失去 直到发病为止 失去远大于获得 而且是多赔多少钱都没有用的 那这群白血病的富士康工人呢 可能比RCA的工人更惨的一件事情是 他们连未来 飞黄腾达 短期飞黄腾达 帮自己买药钱的机会都已经没有了 那我还是要说RCA的这个案件呢 虽然可能在台湾大部分的人认为是一个很不错的成果 但我要说17年来台湾的民众得承认一件事情 我们集合社会的力量有529个人顶在那边 还能勉强活着 我们只能换到这么小的成果 而这么小的成果如果接下来 没有办法再扩充到全球的电子业的劳工的职业安全卫生上面的话 我认为这个成果也就是跟着RCA事件被世界遗忘罢了 就是说我们曾经有外国的这个资本家来投资 然后我们产生了这个严重的职业病癌症的这些问题 然后最后我们追讨 然后最后也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效果 但是今天人家找上门来的时候 我们台湾怎么来看待劳动人权 跟这个普世的这个劳工的权益的这些问题 我们怎么来面对处理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这个是考验 也是考验着这个我们台湾整体社会怎么看待职业病 怎么看待劳工的权益 希望说这个鸿海集团郭董能够这个正面的来回应跟处理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大部门 对这个我自己的最后大家看一看 我们有一个小姐交往来 我来到一个小姐姐 有一个大部门 虽然这么个小姐姐 不是有一个小姐姐 我知道你家人�� 没有太多大部门 我来到达我 感谢观看